纵开启二年,一二零六年,铁木真召集贵族首领们在沃南河源头举行库里台大会,也就是蒙古的克韩选举大会,宣布建立野克·蒙古·乌鲁斯,就是大蒙古国的意思。铁木真集大韩位,并被尊称为成吉思汗。 蒙古·韩国的建立,结束了北方草原长期的部落纷争,一个强大的游牧帝国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之上。 成吉思汗在立国前后,创建并完善了一系列的国家制度,这些制度虽然仍旧带着浓厚的游牧民族的特点,但在当时,对蒙古·韩国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宋迦太四年1204年,为了彻底地打败强盛的奶蛮部,成吉思汗借鉴金朝的蒙安谋客制度,把自己的部队按照十户、百户、千户的禁制方式加以组编,委任了各级的纳言,纳言就是长官的意思。 蒙古国建立之后,成吉思汗进一步完善了这种制度,把自己的部众划分为95个千户,金代称为蒙安。 千户之下又设百户,金代称为谋客、十户等单位。 成吉思汗任命自己的亲信,担任千户之长,统侠齐民。 千户组织带有军政合一的特点,平时游牧狩猎,战时作战,并且接受负义的争调。 诸千户之上,又按其地域划分万户,万户之长由如穆华礼等忠心耿耿的开国援巡担任。 万户只是单纯的军事统帅,没有征税、抽钉等政治权利。 随后,成吉思汗着手扩建中军雀削军。 在1204年,成吉思汗整顿军队之时,就已经挑选了一部分贵族子弟充当自己身边的护卫军。 建国之后,他立即把护卫军的人数扩充到了一万人,分为四队,轮流值班,称为四雀削。 四雀削各有雀削掌,分别由成吉思汗的亲信四杰伯尔树、伯尔乎、穆华礼、赤老温担任,并世袭其职。 这支军队只接受成吉思汗的调权,主要职能是护卫大韩金杖和封管韩庭的各种事务。 成吉思汗很重视这支军队的可靠性,因此,在挑选士兵的时候,专门从各级纳研的子弟中挑选。 成吉思汗手里握有这样一支精锐部队,就足以制约任何一个在外的诸王和纳研了。 另一方面,各级纳研的子弟被纳入窃削中,就相当于质子,这就更有利于成吉思汗驾驭臣下了。 成吉思汗还创制了蒙古文字,班刑法典。 蒙古本来没有文字,只靠使者传报,劫草课募集市。 成吉思汗在消灭奶蛮部后,俘获了奶蛮部长印官,为物而人,塔塔统阿。 命在魏沃尔文的基础上,创制蒙古文字,并命他教授诸子们学习。 此后不久,成吉思汗命人将蒙古自古相传的习俗、历来的训令等加以汇总, 并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称为大闸砂。 大闸砂在当时具有法律的效应,是段氏官和其他各级行政官吏处理司法及日常政务的主要依据。 宋开启二年,一二零六年,成吉思汗任命欺养地,塔塔尔人,师级糊涂糊,担任大段氏官,主掌司法。 除了负责审理案件,惩治犯罪之外,还负责户口的征收,以及赴税的征收。 在大段氏官之下,又设立了地方段氏官,专门负责治理本区域的百姓。 这一系列的措施,有利于巩固成吉思汗的韩权,构筑了蒙古帝国的基本框架, 以为他在以后的岁月里,更大范围内地进行扩张战争奠定了基础。 成吉思汗在建立蒙古韩国之后,并没有单于享乐, 而是把进一步扩张帝国的势力作为主要任务。 他的首要目标,自然就是南方的西夏和金。 早在西夏天庆十二年,一二零五年,成吉思汗就一度地攻入西夏, 掠夺了大批的牲畜,财务而还。 蒙古国建立之后,成吉思汗开始谋划对宿仇金国的战争。 但西夏位于蒙古的西南边陲, 成吉思汗担心在攻打金国的时候, 西夏会联合金国从西面牵制蒙古。 为了免除后顾之忧,成吉思汗决定先征服西夏, 再进攻金国的策略。 经过几场大战,西夏向蒙古称臣, 并依附蒙古向金发动了进攻。 金大安二年,一二一零年,金永济帝前使者前往蒙古, 召传成吉思汗觐见新皇。 成吉思汗得知是永济帝即位皇帝之后, 轻蔑地吐了一口唾沫,说, 我原以为中原主人是天上人做的, 像这种庸碌无能的人也配做皇帝。 说吧,就把金朝的使者丢在一边, 自己上马走了。 这件事后,蒙金关系破裂。 第二年,成吉思汗以为先辈复仇的名义, 大举进攻金朝。 金朝镇守边关的大将汪谷部投降蒙古, 引领蒙古进入了金镜。 这年秋天,永济帝集中了四十五万大军 在野湖岭迎战蒙古大军。 蒙古军队此时只有十万人左右, 数量上处于劣势。 成吉思汗针对金军兵力分散的问题, 采取重兵一路突破的做法, 杀得金军血流成河。 这一仗,金军主力大败, 后军溃逃,浮石百里。 这一仗之后,金国元气大伤, 国势日衰。 成吉思汗乘胜徽军南下, 接连攻取了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许多地方。 蒙古大军来势汹汹, 金朝内部政局却是一片混乱。 先是右抚元帅胡杀虎杀了永继帝, 接着,元帅右肩军高齐杀了胡杀虎, 当他们还在尔虞我诈, 自相残杀的时候, 成吉思汗已经兵分三路, 向中原逼近了。 金真佑二年, 一二一四年, 成吉思汗囤军中都的北交, 将士们请求乘胜攻下中都, 成吉思汗看出金国元气未尽, 就没有答应。 他派遣使者告诉新上台的金宣宗完颜巡, 说, 现在蒙古军要撤退, 你应该犒赏兵马。 金宣宗不敢反对, 只得献上永继帝之女、 齐国公主, 以及大量的金博、 同男同女等求和。 成吉思汗在得到这些战利品后, 在丞相完颜成辉的护送下, 经由军官返回了漠北。 不久, 金宣宗迁都开封, 成吉思汗乘机派人包围了中都, 次年五月, 中都被攻破, 成吉思汗命令将中都的宗室、 财货全部运往漠北, 并允许将士入城抢劫三日, 作为犒赏。 中都陷入一场灭顶之灾, 大火越鱼不息, 一座繁华的都城变成了废墟。 金真佑五年, 1217年8月, 成吉思汗在漠北图拉河畔, 对将士们进行了封赏。 他仿照中原的官制, 任命自己最为信赖的穆华黎为太师、 国王, 让他独挡一面地经略中原, 统筹对金国的战事。 两年后, 成吉思汗又扬边策马踏上了纵横万语里的西政之路。 成吉思汗在亲近的同时, 与西部的花拉子摩国取得了商务的联系。 花拉子摩是中亚的古国之一, 位于阿姆河下游。 13世纪前后, 花拉子摩国经过一系列的征服战争, 逐渐成为中亚最强大的国家。 花拉子摩的国王摩河默, 骄傲自大, 号称是世界的征服者。 成吉思汗13年, 1218年, 成吉思汗派遣了一支450人的商队, 前往花拉子摩通商。 然而, 在途经俄达拉城, 金哈萨克斯坦, 齐姆肯特西北的时候, 城中守将海尔汗建财起义, 杀了这450人, 并掠走了财物。 成吉思汗知道后, 立即派遣使者交涉, 但是摩河默根本不把成吉思汗放在眼里。 他下令把前来交涉的三名使者一人杀死, 令两人割掉了胡须驱逐出境。 摩河默的无礼, 深深地激怒了成吉思汗。 他登上山巅, 祈祷了三天三夜, 求长生天庇佑, 决定不惜一切代价, 灭掉花辣子摩。 他首先派遣先锋哲别, 率领一支军队, 消灭了盘踞在西伊辽的驱出率, 从而扫除了进兵路上的障碍。 成吉思汗十四年, 一二一九年, 待秋高马肥之际, 成吉思汗率领着近二十万大军, 浩浩荡荡地向花辣子摩进发。 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 成吉思汗大军抵达了俄达腊城, 这里正是四百五十名蒙古商人被拘杀的地方。 城中守将海尔汗正是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 他深知成吉思汗不会放过自己, 因此进行了坚决的抵抗。 五个月后, 蒙军才攻破这座城池, 海尔汗被押到了成吉思汗处, 成吉思汗命人往爱财如命的海尔汗的眼里, 耳朵里灌住了融化的银块, 把他杀死, 给亡死的伤人报了仇。 面对蒙古大军的进攻, 摩赫默拒绝了王子扎兰丁集中兵力决战的正确建议, 采取了分兵把关, 各自为战的被动挨打策略。 蒙古大军如入无人之境, 成吉思汗告语各城, 投降者免死, 顽抗者城破之后一律徒城。 很多城池的居民于是现成投降了, 但也有一些城池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然而他们根本不是小勇善战的蒙古骑兵的对手, 在城破之后, 蒙古大军尽图其民。 成吉思汗15年1220年2月, 蒙古军已经攻占了俄达拉, 布华拉等重要城市。 3月, 成吉思汗禁为花拉子摩新都萨摩尔干, 进萨摩尔汗。 摩赫末弃城逃跑, 一直逃到了阿姆河以南。 成吉思汗占领了萨摩尔干城, 并在这里进行了修整。 次年秋, 成吉思汗命令查贺台、 窝口台等人, 率军去攻取花拉子摩旧都, 御龙节赤城, 进土库曼斯坦的乌尔根旗。 宿布台与哲别, 率军追击花拉子摩国王摩赫末, 而自己和托雷则率军向阿姆河挺进。 宿布台与哲别一路追击摩赫末, 摩赫末如惊弓之鸟一路逃窜, 最后凄凉地死在了一个海岛上。 他死后, 王子扎兰丁继承了王位。 扎兰丁企图据旧都, 御龙劫斥, 抗击蒙古大军, 但守将不拥护他, 还密谋杀他。 扎兰丁无奈, 只得连夜逃出了御龙劫斥城。 窝国台, 查赫台均抵达御龙劫斥城之后, 开始的时候因为政令不一, 一直没有攻下该城。 承继思汗于是任命窝国台为最高指挥官, 由他统一指挥, 果然九天之后, 破城。 承继思汗与托雷领军, 先后攻克了特尔弥, 进俄罗斯吉尔梅兹, 巴里黑, 进阿富汗巴尔特, 塔里寒城, 进阿富汗, 穆尔加布河上游之北等地。 11月, 承继思汗下令猛攻逃奔深河, 就是今天印度河的扎兰丁。 经过激烈战斗, 坚敌4万多人, 扎兰丁率50余人向印度逃顿。 第二年春, 承继思汗派托雷、 巴腊率领2万精兵杜申河追击扎兰丁, 但是一无所获。 承继思汗17年, 1222年, 承继思汗领军东环。 在返回蒙古的途中, 他把所征服的地区分封给了朱子。 承继思汗20年, 1225年, 承继思汗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蒙古草原, 持续了7年的远征, 至此结束。 虽然这次远征给中亚人民带去了沉重的灾难, 但却推动了东西方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把中国的发明如火药、 造纸术、印刷术、 罗盘等传到了西亚及欧洲等国, 同时也将西方的天文、医学、宗教等传入了中国。 承继思汗21年, 1226年, 已经65岁高龄的承继思汗再次发兵征讨西夏。 西夏本来已经归附蒙古, 然而当承继思汗主力西政之时, 西夏国主宪宗李德旺背起盟约, 连经抗蒙, 于是在回到漠北之后, 承继思汗立即发动了对西夏的战争。 蒙军很快就攻克了西夏的黑水、乌浪海、 沙州、宿州等地。 县宗幽聚而死, 西夏重臣雍立县宗的侄子李县为帝, 承继思汗命蒙古军队继续猛攻, 迫使西夏投降。 然而就在这时, 一代天骄承继思汗因病逝世于六盘山, 终年66岁。 他在临死之前, 给诸子们留下了假盗于颂, 出兵堂、邓, 进取汴京的灭金方略。 他还嘱咐众人, 在他死后要密不发丧, 等到西夏主来降的时候, 把他们全部杀掉。 承继思汗死后, 他的子孙们遵照他的遗嘱, 把他的尸体运回了蒙古故土, 埋葬在布尔罕山之南的齐林谷内, 并以万马踩平, 不给盗墓贼留下任何的线索。 后人在鄂尔多斯伊克昭蒙修建了八件白事, 放置其遗仗、遗物, 用来怀念这位一生叱咤风云的民族英雄。